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在高倍率超分辨率任务中汇步高质量跟高保证度的图片 在我介绍我们的工作之前 让我先简单介绍两个常见的框架 传统的复原网络一般通过encode decode这样的网络结构来复原图片 我们会通过一个pixelwise loss跟adversarial loss进行训练 在这个训练的方式下 网络需要同时同时间维持保证度跟维持纹理的细地度 所以这个苛刻的要求会导致在我们的网络输出 在纹理和细节上面出现问题 而近年的Gang Inversion方法 利用了生成网络里面的自然图片线叶 能够生成很自然的图片 但是这些通过优化地位引码的方法 一般是未能够生成跟ground像似的图片 而在我们的工作发现 我们需要额外的结构信息来生成跟原图像似的输出 所以在这个工作中 我们的Glean利用了一个encoder generator decoder的结构 能够有效地融合结构信息和自然图片线叶 从而得到高质量跟保证度的输出 Glean会将encoder卷积的特征传到generator当中 而这个generator作为一个latent bank 就会将纹理补助 所以在这个结构中 我们的encoder就可以更专注于结构方面的一些复原 然后纹理的方面就可以交给generative latent 我们的generative latent bank进行复原 得到更好的效果 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跟先有的方法比较 我们Glean的输出是在质量跟保证度下面都有明显的提升 Glean还能够应用到高倍率超分中 比如说在这个64倍超分的任务中 我们的输入其实是16x16的大小 但是通过我们latent bank中的线念 我们也能够生成一个自然很自然的图片 而且利用了不同的生成网络 我们的Glean也可以应用到不同的类别之中 比如说车跟猫等等 另外我们的Glean也可以应用到真实的图片之中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个图片是从网络下载过来的 我们也可以看出Glean能够很有效的把它们复原成为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图片 最后让我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个工作的意义和它的应用场景 我们这个工作提出了一个传新的框架来利用自然生成网络里面的自然图片线念 我们latent bank的思路也证明了结构信息和生成线念的融合是有必要的 希望可以为将来的工作提供一个新的方向和想法 通过利用自然图片线念 Glean是能够提供低清图片额外的信息 在高倍率超分或者是图片质量比较差的时候 我们能够更有效的复原图片 我们也推测除了超分辨率 我们这个思路也可以拓展到不同的图像复原任务 比如说Colorization跟Denoise等等的工作里面 这一次我们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